Hello 身處的位置就是南山邨 南山邨建於1975年 南山邨是1949至1953年 屬於石劫尾的木屋邨 附近有光文邨及九龍仔邨 東輪是大坑東的洗字區 1975年開始興建 大部份樓宇採用前屋宇建設委員會標準規格設計 1977年開始入伙 南山商場的牌和這些很有歷史的痕跡 這些髮型屋 仙竹林 開墻圖書文具公司 前期沒有醫務所 臨勤記 陳臨記 木記 有很多是用姓氏或人名的 如果我開一間店 可能叫兩記書局 就是這樣 你看看招牌和這間店是不合格的 它叫東城中標眼鏡公司 不過不要開玩笑 打冷鋪都找到很多寶 例如過來 可以找到一個假髮的 好 那來南山村究竟它做甚麼呢 就是想看大型飛機盤 在裏面跳飛機 在哪裏呢 原來就是在那裏 我們現在過馬路 你看看我 就算沒有車 都跟着規矩過馬路 登登登 我們來到這個 飛機盤 下飛人站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甚麼 差一顆顏色 翻角路就要怎樣 好 我們就來到大坑東 到了1954年7月22日 另一場大火在大坑東的母屋區發生 令到二萬人無家可歸 政府仿照石劫美的做法 興建大坑東容納災民 這條村是由窗利建築公司承接 除了大坑東之外 還有大窩口 李正屋 都興建了篩置大廈 時至今天 大坑東 李正屋 和大窩口的篩置大廈 已經重建完成了 石劫尾的篩置大廈 已經全部清拆了 你看我融入了背景 先說一說 這裡會有一個會見市民的查詢及約見 很久以前的事 因為以前 K語言未必有辦公室 所以會龍樓坐在文正 見市民 現在不同 現在是因為大家都會有辦事處 可以直接來找我們 尤其是WhatsApp 打電話 這些都是歷史的東西 這一刻不怕不知道還會不會在這裏 所以不妨我們拍一拍做個傳檔 然後轉過來我們就去到大坑西村 老實實這條村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好 我們就來到大坑西村 位於深水埗石劫尾和大坑東村之間的一個租住屋村 村裏面有八座樓宇 除了文太樓在1981年入貨之外 其餘七棟都是1965年落成的 大坑西村有別於一些香港公共屋村 因為屬於私人屋村 不是由防委會或是防協去興建和管理 而是由香港平民屋若有限公司去興建和管理 1953年12月25日聖誕節發生了石劫尾大火 燒毀了大坑西村 燃至一個叫光民村的寮屋區 這場大火導致了香港公共屋村的誕生 在12月25日9時25分白田尊重安道124號的一間木屋 的二樓一個單位有一個制鞋的住戶 燃點火水燈的時候 火腫不慎燒著棉胎和制鞋的膠水引致火警 火警發生的時候就不太猛烈 但到後期迅速波及了三十多間屋 再過十分鐘就過百戶 到晚上十點的時候 火頭就由白田村向東灣和正街蔓延 火勢一法不可收拾 大火歷時六個小時才受控 造成三死五十一箱 燒毀了木屋2580房 有萬二個家庭合共58203人 頓城災民無家可歸 香港政府在1961年以特惠地價 批出土地給香港平民屋預遊行公司 興建大坑西村 容易安置當年受到大坑西洗市區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 不好意思想問一下這裡以前是否銀行 是華隱銀行 華隱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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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 有間銀行叫華隱銀行 我們上網搜尋一下 石結美村對面有新的貨櫃屋 這個叫做南昌22 這個項目由上年12月開始組裝 近期才入伙 我站著有些居民走出走入 但好不好處就未知 要在街坊住完才知道 我們打算征服嘉頓山 馬上很有成功感 1998年啟德機場關閉前 有座飛機信號燈塔 行車徑方便維修完上山 嘉頓山這個名字 就是來自真下面的嘉頓麵包廠房 現在這裡成為附近居民的神運經 市面上的地圖是顯示了神運經 沒有顯示到這個山的名字 嘉頓山其實也是居民的 nickname 不是政府正確的地名 步行十五分鐘便會走上來 便可以俯瞰到整個深水埗 和石潔美公共屋邨和舊式堂樓 我們今天的影片看了這麼多公共屋邨 怎樣都要爬上山來個大的概覽 嘉頓中心其實1935年建成了 是當時深水埗最高的建築物 那時還未有鐘樓 日漸時期嘉頓中心被日軍佔用過 廠裡的原料和製成品被手律 日控機器都被破壞了 到了1950年代起 為港英政府的海洛空三軍供應麵包和餅乾 當年通周街以外就是大海 輪近深水埗碼頭 因此附近的街坊也要看一看鐘 看看是否需要跑去碼頭趕船 時至今日原有的響鐘布時都已經壞了 有人說我的鐘樓比平時15分鐘 但我們去看看已經套了一塊布 看不到 遲些可能拆買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趁現在還在這裏 就過來看看吧 2017年7月嘉頓有限公司 向城規會申請大廈重建 為一棟25層樓高的大廈 包括三層地庫 提供餐廳和咖啡室 由攀任有關的配訓課程和租出辦公室 嘉頓公司說重建計劃初步構思和研究 2018年9月雖然公眾諮詢期收了390份意見 全數是反對這項申請 但規劃會不反對之下城規會通過這份申請 要求業主保留鐘樓的鐘 後面紅色外牆和兩個麵包師傅的標誌 而不包括整個鐘樓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現在這個景點 起高一點點 其實就沒有了這個景點了 所以這次拍片 也有一個目的就是 紀錄一下這片嘉頓山山下的景點 我們由中午走到夜晚了 我們一次過走到石劍美附近的屋邨 如果大家覺得還有些香港的屋邨 我們都要拍片保留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給我 這集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